現在這個圖顯示了ABCDEFGH 邊長是2XCM M和N就是邊長.E和Boyce的midpoint A part就叫你expressMH、MN和HN這三條線 in terms of x Cart B就問究竟MN和HM是否互相垂直 我叫你解釋 看圖就是這樣 這個正立方體每條邊長就是2X 而M和N分別就是H.E和Boyce的midpoint 現在我要先找HM這條線 紅色這條 MN這條線 藍色這條 HN這條線 in terms of x 逐個看 三條線哪條最容易找呢? 就是綠色這條 HM 為什麼呢?因為它在正方形的面上 所以那些資料就相對容易找些 你看到MN和HN 紅色和藍色這兩條線 是圓塊半空的 所以你要找它們的長度就比較難 我們就先找綠色這條線 這個就是直角來的 90度 所以我們可能不是定理找到HM 綠色這條 HM的square就等於 ME的square 加 HE的square 再開方 即是這裡寫的 xsquare加 bracket2x的square 再開方 後面 bracket2x的square 即是4xsquare 就是5xsquare 這兩個light terms 所謂coefficient相加 後面這個不變 也是xsquare 整個5xsquare 再開方 就變成開方5x 這樣就找到了 OK 加回單位 CM 這裡我畫簡 下去我不寫的 我就這樣寫開方5x 接著到紅色這條 紅色這條 麻煩一點 因為它在半空中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找到MN這條線呢 一步就做不到 我們又要幫忙想多一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嘗試連起MC 連起MC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我們可以透過旁邊 DCM這個直角三群找到CM多長 第二 就是留心 BC這條線呢 是會垂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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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直角來的 我們就是一個半空的直角三群 找到MN的長度 我們可以找到CM 因為我們知道了 這個 C.M這個是直角三群 然後 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因為 BC這條線 和CM這條線 其實是互相垂直的 為什麼呢 因為BC是垂直這塊面 C.EF 所以在這塊平面 你畫的任何一條直線 都會和BC是垂直的 就是MN的長度 先找到CM 然後 和剛才的技術一樣 X的Square加2X的BracketSquare 再開方 就得到虛線這條 開方5X 然後再用一次 這個 MC N 這個直角三群 MN 我們就要找到 CN的Square 就是X CM的Square 就是開方5X BracketSquare 所以化解就變成5XSquare 加1XSquare 也就是6XSquare 整個開方就變成開方6X 就是紅色的實線就是開方6X 同樣道理 我要找回MN NH這條線的長度 我們就把AN連起 然後有兩個直角三群 你就可以考慮 第一 就是找到AN的長度 先用ABN的直角三群 OK 因為這隻ABN的直角 OK 然後就用這個垂直的直角三群 ANH 先找到這個斜線 HN的長度 看回這條圖 這條直角三群 我們就加一條藍色的虛線AN TOPD看上去的話 你會看到ABN的直角三群 你就可以找到AN這條線的長度 即是虛線的長度 然後再找回垂直的直角三群 OK 就找到實線藍色的長度 那你就可以找到AN的長度 就是一樣的開方5X 其實 OK 然後用這個垂直的直角三群 開方5X的虛線 虛線這個 的虛線 加2X的虛線 然後整個開方便出到HN 這樣就算到藍色的實線長度是3X B就問 究竟這個MN和HN是否互相垂直呢 就這樣用這個角度去看就好像是垂直 OK 這也是你在平面那張紙上看到的東西 但試著這樣慢慢拎開它 就發現不是窄窄的直角 OK 所以不要太容易被眼睛蒙不閉 就覺得這條網絡直角是互相垂直 你要算出來 你要算出來 這三條顏色的線 綠色 紅色 和藍色的實線 都算了X 其實你可以算到裡面這個 N M H 這個角是多少 因為三條邊給了你 你可以用cos formula 寫了資料出來 OK 其實你如果細心畫 你會發現到 這個開方6X 這個NH1的長度 其實是長過Hm的 OK 不過在這個圖 你就會覺得 好像是 這個MH長一點 但事實上 如果你拎正的話 應該就是這個NH 就是MN的長一點 我們要計算的 現在這個就是NMH 這個角 我們用這個cos formula 就是Hm的square 加Nm的square 就是選擇NH的square 除2Hm 乘這個MN 這行你不寫也可以的 不過是 我這裡就記錄清楚 是哪條片 哪條片 那麼這行就要寫了 開方5X 加開方6X 就是夾著那兩條邊 OK 這個square 選擇對面那條邊的square 再選擇2乘那兩條夾邊 OK 快選擇了 開方5X bracket square 就是5X square 這裡 開方6X bracket square 就是6X square 這裡 3X bracket square 就是9X square 就是5X square 加6X square 減9X square 分母就2乘開方30 開方5乘開方6 沒有的 你不就將5乘6 2乘30 然後加一頂開方母就可以了 這裡就是x乘x 就是5X square 這起碼就是2X square 這就是加減數 分母就是2乘2乘開方30乘 分子和分母也有2乘開方2 分子和分母也有2乘開方2 分子和分母也有x2 所以cos angle 就是1超開方30 是數字 你可以解釋機 你不用!! 你直接逆了 你可以把cosと1超開方30 寫了這個角度 其實就是79.5 跟90度不一樣 一定要有這個 因為你要做比較 別人問你是否垂直 你就要做 做比較 不等於90度 所以就加回答句 它們不是互相平衡 互相垂直 在這裏給大家看到 其實那隻角是79.48多 差一點 在這角度看下去 就發現這兩條線 紅色和綠色差不多長 領導某個角度 你以為是直角 甚至以為是頓角 所以就不要被眼睛蒙閉了 OK 如果考試的時候 我會寫多少行呢 我會寫這麼多 A part 就不會有這麼多化減步驟 就計算這條邊緣就算了 Part B也是 顯示一次cosi formula 化減所有東西 出到這個分數 OK 1over開方30 接著就shiftcosi 出到角度 說明不必要加在這裏 加上結論 就算完成了 很多化減步驟 就可以skip了它不寫的了 熱絲